看到這個蓮花 會覺得這個登區 很想鞠躬嗎 我先澄清一下 其實王定宇是民意代表 其實他講出來的 一定是有部分民意的一些看法 因為我們台灣是這麼民主 這麼多元 每一種裝飾設計的呈現出來 一定會有正反不同的意見 而王定宇他身為民意代表 他一定要反映 有部分民意就會那樣子的看法 但是我跟大家一樣的看法就是 我認為藝術 文化 美學 不能那麼主觀的定義 不能有優越感 就是說什麼樣的 那就是高雅 什麼樣的是有質感 什麼樣的就是粗俗 沒有質感 這個不行 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好像別人的想法都是畫外之地 蠻魚之邦 這個是不好的 即便蠻魚之邦 你在音樂 藝術 文化的領域 他們也有他們的文化的造詣 不同的欣賞的角度 所以文化 藝術 就是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重在這個尊重 王定宇是身為民意代表 他不得已 他一定要對部分的民意 他要做這樣的反應 可是民意好像沒有他這麼強烈 事件那還沒有完成 黃定宇是政治家 不是藝術家 不是藝術家 政治人物 政治家的工作 他就是反應 反應他要反應的民意 我確實 韓國瑜現在很積極在做一些 包括硬體的道路的新竹 這句都很好 可是我還是從不好的講起 我還是認為為政不再多言 就是說要多做少說 說到做到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寒流 還在高潮沒錯 蜜月期還會很長 韓國瑜其實還有說謊話 對 因為人民太苦悶了 人民集體的解悶 對他的期待 所以這個蜜月期還會長 這是事實 韓國瑜還有說謊話 但是我還是呼籲說 應該在此時此刻 更多正面的要下去做 像他要做道路很好 可是道路的這幾點 我提供就是說 我認為最重要 就是還是在監工跟驗收 因為道路的特質就是 因為你馬上就要開放使用了 你能夠封閉私座的時間不長 所以這些廠商 跟部分惡劣的官員 他們長期以來的勾結 就是吃定政府 吃定人民這一點 因為你一條路你不可能說 你封個三個月 兩個月 或是一個月也不可能 就是因為要這麼快速 所以你那個監工跟那個驗收 要有一套新的標準要快速 所以即使雲端監控 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只解決一部分 因為你畢竟現場的監工很重要 比方說現場材質的測試 就是做貪渡等等 還有還要回歸到一分錢一分貨 這裡面兩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多數是一分錢 買到不到半分的貨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一分錢 還是我們1.5分 我們那個設計 剛剛大家醫師在講 我們的那個厚度 我們厚度一向就10公分 陸基再去改也10公分 偷的人他偷你2公分 等於偷你12公分 為什麼 他比方說挖掉8公分 下面的2公分的立行穩領土 跟下面10公分的基配 等於就沒挖了 偷了你12公分 是不是我們這個厚度要加強 因為高雄是一個重工業城 如果也依照一般城市的標準 為什麼那個層級沒辦法 標準沒辦法設計 沒辦法把它加重加強 是不是預算的問題 過去礙於說這個預算不高 比方說像重度使用 像工業區 我認為像林海工業區那地方 我說你乾脆就做剛性露面 雖然成本比較高 乾脆一次解決 所以這些我是提供 給他們建議參考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尤其現在已經到了 該高雄市府過去 城區團隊沒做錯的 他們也是照這樣做 只是基於其他種種原因 不是人謀不張 不是勾結的 那不應該去汙蔑他們 那韓國瑜就把事情做好 往正面的去表述才對 目前為止是這樣子 他只有正面表述說 他這個馬路鋪了多少空里 在春節前要鋪好多少 好像對於閉案的部分 或者是說過去的鋪馬路的方式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這個部分現在沒有太多 韓國瑜都沒說 韓國瑜確實他口不出惡言 可是旁邊的人 包括一些評論的人 宇多暗示 輝文在雙邊暗示 我哪有 輝文以後不要再說了 我昨天說這個 以布局好了 大老也暗示了 沒有 我覺得是 他們都不是韓國瑜旁邊的人 我覺得商院是不對的 本來有沒有必案就查清楚 我覺得大老剛剛講得很好 你同樣花同樣的錢 鋪的厚度怎麼樣 大家拿出來比一比 所以要查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應該專案下去查 做一個比 就剛剛大老講的 那預算是多少 那你現在的預算多少 那差別是什麼 對不對 是因為這個臨時會 已經提了兩個專案報告 就是西灣過去的慶富案 還有氣泡案 我們都要成立專案小組查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針對任何人 是針對市 我覺得我們的林時會就已經提案了 你講的是地方的政黨輪替 我現在講是中央的政黨輪替 那個層級是不一樣 還沒有輪替 對 我的意思說 B案你說地方政黨輪替 要查B案是錯誤的 你要等中央政黨輪替之後 才有辦法去 地方的B案地方查 中央的B案中央查 不是嗎 昨天你講過了 那個都布局好了 待會兒還有別的例子 你知道說現在查B案 是不切實際的 王定宇剛剛世間兄多所肯定 說他是政治家 不是藝術家 對 我不認為 請要侮辱政治家的政治 因為王定宇我也認識 我不認為王定宇是個政治家 他前一陣子PO了一個影片 把連戰先生談九二公司 就是當年選總統的事情 把他移花節目 對連戰先生非常不公平 王定宇你有道歉嗎 是不是應該跟他回 因為你如果看 真正原始版的影片 連戰的意思根本不是這樣子 他簡介過了 對 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高雄北漂的人回去 一個多月 他12月25號在就任 你一個多月要看到政績 韓國瑜不是魔術師 各位前輩提到路燈的部分 那是市長的基礎基本建設 我就不多講 但是我用總統的標準來看 角度就不一樣 這個是林卓水 林卓水他之前在臉書 去酸韓國瑜 有點酸 有點酸 但不是太酸 而且林卓水講得有道理 他說這個禍出去 對我們農民是好事情 但是要講到高雄發大財 那就太神奇而為 打這當然有點酸 林卓水意思是什麼 我翻個比較更簡單的 更貼切 這是文倩傑講的 他在禮拜一的節目講說 高雄是沒有產業模式 其實他跟林卓水 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說 簡單講就是說一個高雄市長 要去讓高雄整個脫胎換骨 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總統的這個才有可能 主持人我要強調就是說 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2020我們是不是需要政黨輪替 我拿幾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個是蔡總統 蔡總統他說 我們東部要部署防空飛彈 三軍統帥公看講說 我要在哪裡部署飛彈 這有點怪 洩漏國家機密嗎 這很奇怪 再來 蔡總統說 我們要加速飛彈的量產 這很奇怪 你如果真的要加速飛彈量產 你應該是機密會議裡面下令才對 你怎麼會告訴大家說 我要加速飛彈量產 你在幹嘛 這個更好笑的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直接去罵國台辦 說人家是瘋子 外交部長去罵國台辦的發言人 這個層級都不太對 所以我說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從這幾天可以看到 我們再看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在我們看韓國瑜 韓國瑜他參選的必要性 他參選的必要性是什麼 我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如果政黨輪替 我認為 這是一個三段論 沒有 這個是互為表裡 這是有邏輯的 政黨輪替跟韓國瑜參選 我解釋給大家聽 2020如果政黨輪替 有可能是柯總統 這我昨天跟大家報 有可能是柯總統 那也有可能是韓總統 不管是柯總統或韓總統 都是政黨輪替 管教面對大概 私有兩種 政黨輪替也有兩種 柯總統跟韓總統 都是政黨輪替 完全不一樣 我們要選哪一個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哪一種的政黨輪替 相對比較好 國民黨很多缺點 可是國民黨政黨輪替的話 對我們比較好 如果是柯文哲當總統的話 王世堅 你很重要 今天終於有柯黑本人來了 柯總統跟韓總統你要選哪一個 如果只能二選一的話 對我來講 那個都不可思議 柯文哲當總統對我來講 好像天塌下來 那韓國瑜當選呢 他不會選 他絕對不會當選 主持人 這個我們還會 稍後還會怎樣 我說如果真的要政黨輪替 我說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大家如果先確定的話 有兩種可能 柯總統 韓總統 我認為韓總統的政黨輪替的話 我認為 我的潛見 我認為對大家比較好 我最後拿我們中國時報的 一個頭版頭給大家看 主持人 因為過兩天過年 我來表演一下魔術好了 這個是中國時報頭版頭 他把總統看韓科 他把高雄市長韓國瑜放前面 韓科 所以你講科韓的時候 我都講插嘴 但是我都忍住了韓科 我可以編魔術了嗎 請 我的希望是這樣子 就總統這一個這樣 這樣 對 很鬆 你這個魔術的技術層次滿低的 不要這樣子 就耍薄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 質感不夠 質感不夠 質感不好 我們節目的質感建立 需要很長的時間好不好 一個魔術就毀了 對 我說兩個可能 這是兩個可能政黨輪替的人 我心中的首選不是首選 唯一的選擇是這個 我覺得你這樣子 這叫亞苗助長 這真的是害了韓國瑜 第二點 韓國瑜我相信 不管現在他的聲量 他的寒流多強 我認為在他心裡面 他現在只想把高雄市長好好做 我相信他是一腳印 按部就班的人 可能2024 2028 他如果把高雄市長做得很好 當時候什麼順應民意支持度 他要來宣布參選大會 那都以後的事 但是絕對不會是現在 我看的韓國瑜 我判斷的韓國瑜 我認為他會認為這一次 他虧欠高雄市的選民 因為大家這麼支持他了 即便他先前對高雄市政的 準備認識不是那麼多 即便是聽喬說書 就像我昨天的形容 我認為韓國瑜是先上車 他現在要補票了 他至少懂得上了車要來補票 他是先上車後補票 這是好過柯文哲的 那種搭霸王車的心態 柯文哲是只管上車 搭了車 而且搭了兩任的 還是一樣無心事政 所以我認為你不要就是說 過度的曲解韓國瑜 現在的看法 或者是說把韓流的鼎盛 你如果要推到再更高的極致 因為要當事人的意願 在我看韓國瑜他前面 20年人生的起伏 他遇過 他有很多生命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他看破這一切 他不是那麼極極 你黨是變成韓國瑜的發言人 不是 你們要我說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是怎樣 只要問你一句 如果柯總統當選了怎麼辦 很糟糕 我覺得等於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等於亡了一半 對 王遠如果要避免 柯文哲政黨輪替的話 那只能韓國瑜出來選 就讓我們小英繼續做下去 小英完成這八年來 他應該有的司法改革 這個轉型正義 拚經濟這些繼續完成 是不是因為在蔡英文的治理之下 不過你覺得 小英打敗得了柯文哲嗎 對 這個問題很好 可以 假以實事 假以實事 現在時間不多了 現在連第一回合都還沒開始 現在大家都還在擂台下 都還沒上擂台 你上一次騙大家說 姚文志可以打敗柯文哲 我沒有騙 因為我發自肺腑之言 只是我不曉得 我們黨內有那種 內神通外鬼的 總統大選會不會有內神通外鬼 絕對不會有 絕對不會有 你這句話好像也講過 我這一次會特別謹慎 有那樣子內神通外鬼 這些內鬼 我會先把它消除掉 內鬼很多 王定宇就是內鬼 沒有 他怎麼會是 就是 你看他這種 朱隊友 朱隊友就是內鬼 我跟你講 不是 不是 你曲解王定宇的 你要多看看他的一些論述 有 我看很多他的論述 他在政壇上面 他很多發言 他很多在立法院的質詢 這個他的論述就是這樣 你看 百年好合 立法委員王定宇敬 有沒有 送給人家新人的 這就是王室美學 有這種王室美學 然後還要去批評人家 蓮花燈的美學 我覺得你說他是政治人物 慧琳 你這種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 人總是多少 對不對 會多少一點小脫 吃沙扁壞掉吃什麼 吃沙扁壞掉吃什麼